安喜盈大魔头了 和冰娇打得太被动了 毫无招架之力 真的是实力不济 失误又多 开局7比7 被打了个11比1 娇娇这样四平八稳打 是一点机会没有的 居然放弃自己的进攻打拉掉 这可是安喜盈的长相啊 安喜盈一点消耗都没有 21点10分 安喜盈赢得太囊取物 也不是焦不想打 确实被限制得死死的 失误还那么多 没办法打 第二局开局 终于开始进攻了 但要控制自私啊 安喜盈控制能力太强了 真的是打不过 必须打出变化 四平八稳没法打 从开局1比6落后 娇娇追到5比6 机会求下网了 太可惜了 安少女稍微一发力又拉开了 好不容易追上来了 又失误被拉开了 6点10分 哪怕不赢也得让她有消耗啊 安喜盈的防守真的太牛了 没得打 20点11分拿到赛点 和冰娇挽回两个赛点 21点13分安喜盈拿下 陈宇飞今天打大哭彩 也不好打 人家一路过了戴姿影和玛丽斯卡 而且飞飞有伤啊 安喜盈又要带走金牌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